哈囉 島崎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皇室戰爭啦 那今天的話呢 好不好 真的是哲平 這幾十天以來啦 好不好 就是好久沒有玩手機遊戲了 然後今天的話基本上是 算是回歸的第一天啦 然後也好久沒有錄影片了 稍微有點那個 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新活動是什麼東西 這一次的話基本上騎士的盔甲來了 也就是我們在日本那段旗艦 基本上我們錄這個騎士盔甲的影片啦 就是我們有新的這個 騎士的感覺 那這邊的話終於是可以來體驗一下這隻騎士 我們來看一下究竟好不好玩 然後大家如果你們有一些就是 比較好的一些配套的一些配置的話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最近基本上因為那個 展場啊 再加上就是展展那幾天太過勞累了 然後再加上就是 呵 姚哥 喝了我的奶茶 然後他還感冒啦 所以我這邊的話 稍微有點咽喉痛喔 稍微有點白癡 但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應該還是行的喔 然後 騎士的話應該就是比較偏向 就是可以去拉扁或拉打 然後上次有看過就是那個 就是他好像是 怎麼樣 傷害不會超過自己的多少的時候 好像是可以就是 抵擋那個 護盾的那種感覺 對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 比較好的一些配置的話 也歡迎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欸好久沒有錄影片了 瞬間 腦袋一片空白你們知道嗎 呵呵 然後加上就是 我們這邊講話有點就是 難受啦 所以就是會比較 唉呦 不知道自己要講什麼這樣子 沒關係我們先來 做一點小搭配喔 現在來說的話先出了這個 騎士王家幽靈跟我們滾木 還有這邊的這個 火槍手 打一個就是那個 遠攻距離的也有一些 就是可以打對空單位這樣的概念 然後 目前的話呢 一個滾木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邊的這個 刀斧手好了 飛斧手的話可以就是 針對我們就是 空中部隊這樣應該還行 然後用這樣的方法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用個迫擊砲好了 然後 速轉起來 好不好 應該是ok的喔 好 那就一樣先來一個喔 回歸迫擊砲 好不好 然後這一次是我們這個 騎士的這個環節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個 關於騎士的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這個配置 也歡迎分享一下 看一下喔 唉呦 迫擊砲在哪裡啊 唉 我們的迫擊砲勒 迫擊砲在哪裡 沒看到唉居然 然後 可以用這個小費的這個冰精靈 然後 小費骷髏 然後看一下 迫擊砲 迫擊砲 你人在哪 沒看到迫擊砲唉 唉 不可能吧 試費破砲 嗯 這邊這邊 看到了 好 好我們就用這樣的組合來 試看看一下這個 騎士盔甲 好不好 都比較一些 小費族群 然後可以速轉起來 或是用那個 騎士來拉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騎士的部分的話 好像都是可以就是 做一波小波的這個拉打 應該還算是滿不錯的喔 來 皇家露營 周期咯 呃 那 迫擊砲 GOGOGO 開撞開撞 可以喔 看起來目前還行 這邊 皇家野豬 加一個這個 這什麼 火槍手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飛刀瀑布 然後這邊皇家有你已經進去 所以算還滿不錯唷 好 然後右邊給他吃 哇 這樣好像 我們損失好像比較慘重一點點喔 沒事 這樣走起 這樣應該可以擋滿多的吧 因為他剛剛用了一個大閃啦 所以他費用的話 算是消耗了滿多的 我們這邊應該是 爽到一個歪歪 沒問題 然後待會就是皇家幽靈 繼續走起喔 皇家幽靈我覺得他的這個隱身 真的是還滿爽的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 都用他 然後來去做一些 壞壞的事情 然後再加破擊砲 所以他是有大閃的喔 還是有大閃的 好 咬到了 沒問題 碰 我們是我們的皇家巨人 巨大的骷髏兵 用這個方法繼續消 可以喔 然後飛撲手 兵精靈 拉過去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要靠這個騎士了喔 騎士基本上的話這邊就可以做一點就是那個 先升級他的這個費用的這個環節 然後皇家幽靈 我覺得我們這邊雖然去打好像沒很好啦 因為這邊的話被皇家野豬這邊弄了一波 但好像也還行喔 喔 唉唷 那個大閃其實是電的到那個皇家幽靈 居然 好 那邊應該掉了 好 掉了就沒有問題了 掰掰 開始 褲頭 破擊砲 完了 這個破擊砲放歪了 骷髏 骷髏 唉唷 看一下喔 這邊他的護盾真的是滿機車的 他沒事 裡面有騎士 騎士感覺我們這邊放好像不是說那麽停跑對不對 但沒關係 這邊應該是守得住啦 再一隻 兩隻騎士 雙騎出擊 唉唷 護盾應該是用爽爽喔 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是護盾 他好像還是會受一點點小傷害啦 但是是很OK的 可是好像是沒有打操作說少的話 他好像就不會就是 被受到傷害之類的好不好 所以這個騎士 好像還沒什麽問題喔 酥酥普普 NICE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下一場 騎士盔角 GOGOGO 來啦 王家幽靈 豬曲 呦呼 然後這邊 再派一隻火槍手走走路 啊 完了 奇巴仔來了 黃家幽靈 黃家幽靈直接 這邊開砍 可以 這樣應該是擠掉了 然後再派一隻騎士往後走 滾木來一下 滾爛 可以 好啦 那邊就是 黃家幽靈跟我們騎士的這個大本羊啦 沒有問題啦 這邊吃一點點傷害應該是OK的 吃一點點吃一點點 沒事沒事 消掉消掉 送你送你 不怕不怕 好不好 來一個破擊砲 好 然後再一個火槍手 好 連黃家幽靈一樣 黃家幽靈直接解這個女巫 Nice 穩繞 OK 那正面的話右邊應該有可能沒掉 但應該有可能會掉啦 因為我們火槍手再進去就可以了喔 火槍手GOGO 沒問題 蹦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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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騎士 哎呦 哇 被打爛 但沒關係 再一個穩木 哇 這個好像 好像還行 因為我們有那個 我們有那個破擊砲 哇 有 哇 沒沒沒 射不過去 哭了 但沒事 上啦 騎士 再一個滾木 哇 沒有滾到那個 但沒事沒事 騎士真的好坦欸 好猛喔 你看他現在就算被那個就是什麼 被那個就是哥布林吹進手吹的 也不會怎麼樣 太神了吧 太神了喔 GOGOGO 太厲害了 完全很OK喔 直接車掉 我覺得這隻還行耶 還滿OK的 可以 再來打一場 這個模式真的會玩上癮喔 那如果你們還有一些就是比較好的搭配的話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到時候就是 最近應該會出那個吧 就是那個 盔甲騎士這邊的挑戰賽 應該就還滿好玩的 祝我好運是吧 沒問題 每次會祝我好運的這些人都滿強的說真的 OK 我一直用那個 彈幕在那邊騷擾你喔 OK 這好像有點小麻煩喔 完了完了 有沒有滾好啊 我還要GG 沒滾好 GG囉 帶個破擊炮 我全角了 這應該還不錯吧 這感覺還不錯 破擊炮這邊至少有爽到 有打到一下 可以 我們這邊就是 開始先來那個 喔 nice 打爛了 剛好解掉 2728 然後我們累費 還行喔 騎士出擊 甘拉不錯 甘拉不錯 冰晶小精靈 來了 喔 全解 喔這個 我這其實真的是硬到一個不行耶 我的天 好誇張 砍爛 砍爛 沒問題 好 就這樣疊進去啦 左路出擊 咳 好 完了 哇 開始有點慌了喔 兩隻公主在那邊捕小喬 喔 1656 我們應該還是佔上風啦 好不好 這樣應該看起來還是佔上風 還行 有 全死一隻公主 還行 滾木 來吧 本來這個應該基本上就是 一個速轉隊伍為主吧 然後就是一直轉到那個 騎士跟我們的這個破擊砲出來 然後慢慢去跟人家打一個消耗 好像就還蠻行的 看起來是這樣子 他這邊就是很多這種小公主 超麻煩 乖乖我們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完了應該 欸 應該偏左一點點喔 沒偏到喔 這公主真的好多欸 天啊 公主不明太多了吧 先全爛他們這公主不然就完蛋了 欸 完了完了完了 哇 我被他的小閃跟滾木 被弄死了 GG OMG 完了 差一點點 GG 唉唷 好啦 那目前來說這幾天 基本上都沒碰手機了好不好 這邊是我們這一次的第一場比賽 那如果大家覺得 你們有什麼推薦哲平這邊的盔甲騎士的話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然後這邊好像有這個 狂暴巨人挑戰 我們到時候再玩一下囉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Wuuh 下巴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Nicht啦 來 je 直接走 入職